还记得周一盘中大跌400多点 反映了上个礼拜五的恐慌 昨天马上就回稳了 刚好今天要收月线 我们昨天有说指数一定要收过14982 控盘者你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真的英雄所见略同 今天让月线是收红的 月线连两个月都是收红的 也是收复了季线万五的关卡 准备要逆转胜了吗 还是要看新台币的汇率呢 外资撤离台股美元走强的情况之下 有一些股票有汇兑收益 昨天就已经先帮大家掌握到产业还有个股了 今天都非常的耐震 那这次的回测宣泄完毕了吗 行情总是在半信半疑当中成长 我们能够持续的乐观 可以不怕利空挺过这次的阴气影响吗 再加上本土疫情再次的升温 升级股仍然是盘面的焦点 但是呢有一些升级股开始放量咯 抓住呢二线升级股 从冰山起变火山爆发起 请要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股市的炒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和记鼎分析师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GD老师 老师我想要先给台股一个大力的掌声 台股感觉非常的强劲 因为美股还在收黑的情况之下 台股已经连续两天都是上涨的 对没错 这两天都其实都已经涨了 但是其实如果你看贵买股指数的话 更是强的不得了 更是不得了 尤其是在生计族群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万五当关这个万五会不会就是我们台股的地板呢 虽然有阴浪来袭 或者是升息的这些消息之下 感觉利空这个万五还是守得非常的好 万夫莫敌 全面攻占 接下来会轮到二线升级 从冰山时期变火山时期吗 今天来跟大家来探讨 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台股走势 是随着台积电开低走高领涨 电子族群回升反弹 像是鸿海今天收涨 联发科联电都有一%以上的涨幅 金融股今天也表现得很不错 像是富邦金跟国泰金都是收涨的 其他金融类股呢也是有一%以上的涨幅 航空双雄则是受到了日韩开放飞团 飞团客入境的激励之下呢 皆是上涨2%以上 另外呢生计族群就不用说了 就是盘面资金的青睐族群 再加上疫情的升温 哇这些疫情概念股也都开始飞了 那今天呢是收复了万五还有季线 那今天的月线呢是收红的 连续两个月都是收红的 那8月呢累计是上涨了95点 贵买的部分呢 涨幅0.85%成交量为789亿 把它补充一下呢 加权今天是收在15095点 上涨了141点 涨幅0.95%成交量为2078亿 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今天是 哇全部都是站在买方 今天外资是买超27亿 而投信呢则是买超2.67亿 总合计是50亿 老师那这样子的外资是不是卖超结束了 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上一波卖超真的是有点 市场太过恐慌 那是因为上个星期五啊 美国的联准会主席鲍尔啊 他直接说他可能会持续的要升息来控制通膨 那市场又很担心 但是他做什么事了吗 升息了吗 还没 还没什么动作都没有 市场啊就是道琼指数就下跌了1000点 那因为这跌了1000点呢 那外资他就有点需要避险啊 担心说美国那边持续下跌 他其他地方不想让他再持续的往下跌 就是现金部位啊 不要暴露在股市上太多 所以呢在全球股市呢 他就持续的卖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是持续的再创新高 我们看到新台币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新台币的走势啊 新台币的话就是扁破了30元之后呢 持续向上一路扁 扁到了30.5元 但是以技术分析来看啊 30.5元这是一个整数关卡 我认为央行在这边会先做一个守势 那既然守住的话呢 新台币就不会持续的扁值 不会持续扁值的话 外资他的卖超幅度就会缩小 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啊 外资的买卖潮来看 今天是不是扁破30.5元之后 就开始往下收了 下收之后就今天大概就可以盘中 你如果看到台币的走势 你大概就猜到 今天外资应该是买超 果然今天外资他就是买超的 那另外呢我们其实啊可以看一下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贵买指数的部分是持续的再创新高 所以旁边市场其实还是很多类股在持续轮动 就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生机类股啊 那这一阵子其实也涨了很多类股族群 比如像工业电脑啊 对不对 还有元宇宙现在好像又要涨起来了 还有网通族群也是抢抢棍 那类股族群就是健康轮动轮涨的情况之下 多头格局就没有改变 我认为这一波跟年初那一波的下跌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年初那一波下跌大家会很担心 现在会不会又跟年初一样 全部持续的往下跌 但是是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年初那一波的下跌 你会发现不管是大盘指数还是贵买指数 是全部通杀 对 等于说是报纸啦 全部杀 那目前来讲 这几天你看台股在往大盘指数在往下 就是回撤1万5千点这个整数关卡的过程当中呢 贵买指数是持续的再创新高的 那再来呢 其实已经到12月了 现在是要选举了 快要选举了 快要选举了 那你认为政府不会放一些利多 不会释出一些政策牛肉 我们的国安基金还在里面 对 对不对 所以老师你认为这个万五它就是一个支撑 现在是我们台股地板吗 目前来看确实是有支撑的 而且我觉得是撑得住的 因为现在就是国安基金还在里面 然后关股航处也 关股航库也有看到买超的一个迹象 那现在啊如果说再往下跌的话 我认为金管会的进空令它一定就会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呢下后续继续往下跌的空间有限 那应该会在一万五附近就止跌回稳了 我认为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 而且我们从月线来看一下 月线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月线是收红棒的 下面呢就上个月收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下影线 这在那个技术线型来看 都是一个止跌回稳的讯号 那量呢还没出来就代表说 散户现在市场信心还不足 市场信心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通常巴菲特不是说人气我取吗 对啊 对啊所以现在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时机点 不要等到大家都进场了 那量能就出来了 那等到量能出来每一个人都进场 你想再进场你认为谁帮你去抬轿 哇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反而是一个比较值得 就是考量投资的一个进场点位 所以礼拜一这个大跌就是大家要进场的好时机 这两天已经都反弹了 也是留给大家呢确定这个万五确定它是支撑的 再加上呢这个月线本月是收红的 是不是更加坚定了台股市非常强的这个信心 好那老师刚刚有提到 因为生技族群真的是盘面上强强棍的一个焦点 所以呢就先跟大家聊一下 有没有机会这个有一些二线生技股 因为有些二线生技股可能开始出量了 那有没有机会再有一张火山爆发的这个掌势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食 美食的部分其实啊 它其实是一个学民药厂 那它其实也有代理就是一些癌症用药 就是包含了恶性啊血癌的用药 那目前来讲二线血癌的用药 它已经到了FDA那边申请认证了 它是一个学民药 那估计在美国那块血癌用药啊 它市场是规模高达25亿 那既然高达25亿准备要上市的话 市场想象空间就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线型的部分 技术线型啊前几天有一个跳空向下 有一个缺口 缺口之后最新这几天好像有收上影线 大家觉得很可怕 但是我认为啊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月线还是向下的 向上的对不起 月线还是向上的 那底部没有被跌破 我认为啊这几天震荡 反而是可以留意就是思考进场的一个点位 而且呢量能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量缩就代表说 这就是一个多头整理的格局 整理完毕之后就蛮有机会 重回短多的一个格局哦 好那这是美食 下一档呢是在剑桥 剑桥的部分今天走势很强耶 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 今天走势最强的很多都是防疫概念股哦 比如说像毛宝宝啊 毛宝 毛宝每次只要疫情一起来他就大喷 那剑桥跟防疫有什么关系 他其实是专攻呼吸道用药的 那他其实旗下有一个很有名的产品叫做艾克痰 如果大家有确诊过 不要说确诊 如果大家有生病就是有那个痰很多的话 你去看医生 医生都会开给你一包药粉 那药粉上面有一只鸟 那个叫做艾克痰 他是在台湾来讲使用率最高的就是化痰的疾病的药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BA5已经要来袭了嘛 BA5现在台湾确诊的数又破3万了 那未来这个用药需求量可能会持续增加 所以今天带量创高 那短线上来讲收盘价已经收在近期的高点之上了 那既然收盘价收高的话在技术现行来讲 这个突破的味道是相当明确的 短线上呢蛮有机会会突破40块的整数关卡 大家可以就是留意一下短线操作的方式去布局 那要怎么样布局要以什么为主 以什么为主 我觉得只要没有跌破37.5就是大概今天的低点的话 短线上都有机会持续向上 那大家可以数一下这几天有没有办法就持续的创新高 短多格局如果出现的话通常在三五天之内会持续的创新高 大家可以留意 好那来看一下下一个是松瑞药 松瑞药它是一个广效型的一个抗生素 那全球来讲因为最近有很多的疾病 比如像猴痘很多很奇怪的疾病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医院 其实去过医院你只要有生命有发烧 它不管你生什么病它就先给你打什么 抗生素 所以松瑞药它是一个广效型的抗生素 那它在美国的市占率高达20% 现在它也跟中国的华润集团 正在签约当中 那中国我们知道在中国来讲 它医疗市场是非常大 它如果说签约签下去真的成功的话 那你就知道这后续获利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那今天带量突破新高之后呢 虽然收了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 那收藏上影线不代表说 它后续就会一直往下跌 不是这样子的 收藏上影线只是代表说 最近买进的就是投资朋友几乎都赚钱了 赚钱之后呢 因为涨高了他们想要先获利了结 那把这些人获利了结之后呢 剩下在里面的人应该都是不会出 因为今天有带量嘛 就代表说很多人都出场了 那这些出场之后呢 剩下在里面的人应该都是 都是满有坚定说 这档股票会持续向上的投资人 所以呢明天的股价能收在 就是这一根上影线的相对高点附近的话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换手成功 把那些符合给洗掉 洗掉之后呢 后续它筹码会更稳定 就是持续向上 所以我觉得观察重点应该是在明天 明天是关键的 对明天的股价 有没有办法收在今天上影线的相对高点附近 比如说20块 我觉得超过20块是更好的 如果能收在这上面的话 就代表说这个趋势还是蛮强劲的 大家就不用太担心这一块 好来看一下下一个是信辉 信辉的部分 信辉其实它 大家应该都听过 大家应该也都看过 就是大家在药局外面 有没有看到那个信辉制药 有吧 对不对 它在台湾来讲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学民药厂 市占率 对市占率蛮高的 它持续在台湾就是布局新的同路 我们可以看到 我又跟大家讲说 药房外面有一个小看板 很多都有写信辉 信辉就是专门在卖信辉的药 那它打入很多就是台湾的健保 很多都是他们在提供的学民药 它新药的部分 它旗下也有胰脏癌的一个新药 因为我知道大家对学民药都觉得 没有什么想象空间 但是学民药说真的 它是稳定一家公司获利的一个基准 学民药的获利是相当稳定 它只是毛利低 但是大家要有想象空间的话 还是要有癌症用药这一些的 那它在旗下的癌症用药是胰脏癌的用药 胰脏癌的话 它其实在中国那边的 就是已经准备要签署就是上市 在中国的那个药物 药品 食物药品的管理局部分 已经达到三期的临床测试了 那现在我们知道全球来讲 一仗用药人数最多的就是在中国 也就是说它在中国那边 如果能顺利上市三期通过的话 它这个想象空间就会非常的大 那股价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这波持续向上一路向上 从27.4持续向上攀升 涨到了36.2块 这波的回射也只有刚好到一个 32的整数关卡附近就止住了 那止住之后它就缓步一路向上跌高 在这个向上跌高的过程当中 量能还没有出来 量能还没有出来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 非常就是合乎技术面 整理逻辑的一个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所以呢我觉得幸亏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只要没有跌破32块 其实多头格局都没有改变 搭配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下面有没有季线月线都是向上的 那这就代表说这是多头没有错的 好没有错的那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是亚诺法 亚诺法应该大家都听过吧 去年很多人可能也被掏过一波 今天有个量很长 对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今天产品上有一个生技类股族群 涨的就是防疫概念股 我说毛宝宝都涨停了 对不对 还有泰博也表现得不错 那亚诺法做什么大家都知道 亚诺法是做快塞的 那大家知道好像BA 我有听说就是BA5啊 它的旧快塞世纪是验不住BA5的 真的喔 你有没有听过 我没有耶 你没有那你家可能都要换了喔 对那所以新的那个快塞世纪啊 就是才能验得出BA5 那就带动签 因为签我们的BA5又流行了 就是变种病毒嘛 台湾确诊人数又超过3万 所以呢我认为啊就是 你要弄把今天的上涨就是因为大家预期说 大家都要重新换买新的快塞世纪 就带动今天股价一波向上就直接涨停板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在上一波啊好像 买不到的时候就大涨 大涨完之后呢 大家手下来可能家里都有库存就 后来它股价就缺乏想象空间就持续的往下跌 那这一波呢因为新冠肺炎再起啊 那快塞世纪啊终于啊又被市场上所青睐 有可能就是有机会出一个就是买新剂 买新的快塞剂的一个买潮 那在这个购买潮的拉动之下呢 亚诺法啊你看今天股价就带量向上涨停板 那我认为啊其实新冠肺炎是不会消失的 那快塞是持续都会有需求的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也是蛮稳健的 今天的跳空缺口的话大概在42块 这附近有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如果没有被跌破的话 短线上来讲多头格局都没有改变 大家可以去留意这档股票 好老师生技这边呢除了防疫概念股啊 然后或者是说新药啊学民药啊这些解盲的 它会同步一起上涨还是它会轮流呢 新药通常都是轮动上涨 对因为其实现在 尤其是现在盘面上资金是 有限的 没有那么多有限的 那可能会轮流上涨的几率反而会比较高 所以你会发现前一阵子很强的中天合一 稍微有休息一下 那像那个易德的部分呢 连涨了三根四根涨停板之后呢 也开始休息了 那反而是其他生技类股还是有在轮动的 那你看亚诺法今天就涨起来了 那大家就知道 现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 类股会持续的轮动 所以我觉得投资朋友也不用太过度去追高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找 今天生技很强 如果很多都已经快要涨停 涨8% 9%了 就不要太去追了 看你要不要去找 其他还没有涨8% 9% 有机会准备向上准备突破的 就是生技类股去做一个追价 就是不要太过追高 不要太追高 老师在这边有提醒大家 有一些涨市已经涨过头的那些生技族群呢 有些人看到这个一直在冲高就会有点害怕 所以老师这边提醒大家 大家可以掌握一下生技族群 因为他们是轮掌轮动的 那是不是哪些呢 准备要开始起涨的 就像亚诺法今天就是爆亮 然后跳空上涨 大家可以好好来做留意 那姚记得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半准时 或者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萤幕上也有老师的Light 欢迎大家呢 都可以来加入 跟老师来互动来做交流 我们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